韓國瑜或是柯文哲 我覺得他們都看到 問題的一個焦點了 因為韓國瑜看到就是說 你不要九二共識 未來兩岸之間到底該怎麼走 要怎麼走 很混亂 該怎麼辦 不可測性太高了 該怎麼下去 台灣人民會恐慌 會焦慮 兩岸之間的情況 那麼區域間的國家 或者是全球來講 包括美國在內 他會覺得你不要九二共識 未來要怎麼走下去 我覺得韓國瑜把問題看對了 而且看得很準的 也就是說 這是一個未來兩岸之間該怎麼走 其實柯文哲也看得很對 就是你不要九二共識 你不要兩岸一家親 你提出你的方案 如果你提的方案裡面 是有很明顯的台獨色彩 你就好好準備 經濟跟國防的問題 也就是說可能兩岸之間的經濟 會面臨非常嚴肅的考驗 也就是說我們目前 台灣每一年跟中歐大陸 每一年的兩岸的貿易額 現在今年突破2000億美元了 我們每年的順差 大概六七百億 而我們對日本的逆差 是300多億 200億到300億左右 所以等於是你 你沒有這樣的一個 2000億美元的貿易 你少了700多億美元的順差 你幾年以後 台灣的外匯就用光了 一毛錢不剩 而且還倒貼 這樣的情形 承受了承受不了 第二個那就是國防的問題 你的軍力未來兵容相見的時候 那台灣能不能守得住 這是一個很嚴酷的 而且很殘酷的事實 只是柯文哲沒有把它講白而已 只是點到為止 就是說點到你的經濟 國防 你要趕快準備 我覺得兩個人 都把問題的核心都挑出來 我先回應一下 這個事件剛剛提到的 他把我們尊敬的蔣經國提出來了 我對蔣經國確實很尊敬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 了不起的政治人物 他對台灣的貢獻太大了 蔣經國當時提出他的主張 是因為1979年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強調 那麼大陸推出第一份的 告台灣同胞書 這個時候也就是經濟改革開放 鄧小平主政的時期 對台灣提出 告台灣同胞書的時候 這個裡面有提到 一國兩制的問題 蔣經國回應了 蔣經國的回應裡面是主張 要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所以組建的一個 三民主義大同盟 主張的就是一國一制 所以鄧小平主張一國兩制 蔣經國主張一國一制 核心在哪裡 核心在一國 也就是說台灣跟大陸 都是主張一國 也就是說我們都是一個中國而已 我覺得這個才是核心精神 不要再去把它扯到別的 核心精神就是蔣經國 鄧小平都主張一國 兩岸都是一國 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在爭的是我們代表中國 大陸在爭的是他們代表中國 爭議就在這裡而已 但是我們都主張一國 沒有人主張台灣獨立 當時蔣經國是中華民國總統 九二共識的問題 剛剛有談到 2005年美國已經要確認 兩岸之間對於九二共識 就是之後的修改的 保存相同的 也就是一個中國 那麼對有爭議的擱置 這個原則 那麼用九二共識這個名詞 來代替有爭議的這個部分 兩邊同不同意 兩邊都同意 對於美國來講 他也同意 所以九二共識是美國也支持 也同意的問題 好 美國的國際的態度也清楚了 他支持九二共識 那你今天你蔡英文 你否認九二共識 你不要九二共識 你不要九二共識 你提出來的是台灣共識 其實台灣共識坦白說是什麼 就是台獨義士 台灣共識 因為其實蔡英文已經提出來了 大家就在問說 那你的主張是什麼 其實蔡英文就是說 所以他是有方案的 他有方案 我相信民進黨的選舉 以後有關於兩岸的問題 他就提出台灣共識了 那你在問他台灣共識是什麼 就是不要九二共識 就是不要一國兩制 然後這個就是台灣共識 負面表述而已 他永遠是負面表述 你問他一百遍 即使你任何一個候選問他說 你的台灣共識是什麼 不要九二共識 不要一國兩制 你的台灣共識是什麼 不要九二共識 不要一國兩制 你問他一百遍 他的答案永遠一樣 就是台灣共識 其實台灣共識就是台獨義士 坦白講就是台獨義士 這麼簡單 為什麼不把台灣共識 直接證明就好了 不能講台獨義士 不能講台灣獨立 因為這個開玩笑 一講的話 美國跟你翻臉 全世界跟你翻臉 這個時候他就嚇到了 所以他絕對不會把 台灣獨立 台獨義士講出來 他一定會用台灣共識 跟你講一百遍 你怎麼逼他 你怎麼引誘他 你怎麼誘導他 他一定會跟你講 台灣共識就是不要 九二共識 不要一國兩制 他會跟你講 講到死他還是跟你講 講完了以後 那你台灣共識是什麼 就是不要求共識 不要一國兩制 我已經累死了 但是台灣的民眾也會累死了 但是蔡英文絕對不會累 因為他這個策略 就跟他當初講這個 維持現狀一樣 你不管你朱立倫怎麼逼他 媒體怎麼逼他 記怎麼逼他 任何人怎麼逼他 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 講到死還是維持現狀 他永遠還是會繼續玩這一套 可是過去維持現狀 兩岸可以有一個互動基礎 雖然沒有人知道 那個互動基礎是什麼 但是現在台灣共識 兩岸沒有互動基礎 這個怎麼變成他兩岸的政見 他不要 他只要選上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危險 是他只要選上 但是大陸不會接受 你的所謂的台灣共識 台灣共識 其實我們很清楚知道 就是台獨一世 這樣的情形下的時候 兩岸的友善的態度 友善的互動的方式 就是韓國瑜所提出來的 我們的互動方式 互動基礎破壞掉了 其實九二共識 用更簡單的講 就是一家人共識 就是兩岸同屬於一家人 一家親 就兩岸一家親就是一家人 兩岸共識 九二共識就是一家人共識 既然是一家人共識 都是一家人就是一家親 一家親 我們的互動基礎就是友善的 我對你有善 你對我有善 我們彼此之間都有善 台灣跟大陸彼此之間都有善 因為我們是一家人 我們都是中國人 都是中國人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當一家親 九二共識就是一家人的共識 這樣的情形下 彼此之間友善的互動 經濟方面友善 文化交流友善 社會交流友善 軍事也可以很友善 這樣的情形下 對台灣哪裡不好 好 對大陸哪裡不好 好 這麼好的東西 為什麼要把它丟掉 為什麼要把它拋棄 拋棄那就是心裡有鬼 有鬼胎 有鬼胎又不敢明講 然後就是長東長西 長來長去 要包裝 化妝一堆 什麼台灣共識 就是台獨共識 講白了嘛 蔡英文有勇氣一點 站出來 所以世間 台灣共識就是台獨共識嗎 賴教授實在是學富5G 他真的是口才便吉 滔滔不絕 我還是講賴教授 江水滔滔 卻混濁而不清 因為太混濁 我只講兩點 你這個也滿免力真的 我只講兩點 第一點就是說 其實生意貿易的往來 任何國家之間 任何實體之間 貿易往來生意的往來是互利的 絕對不能說 是大陸好像他施捨我們的 我們有貿易的利差 三四百億 這好像他讓於我們的 改天他隨時可以收回 不是賺他那些錢 我們跟他有六七百億美金的貿易額 我們台灣有一定的貢獻 我們的創建 我們的智慧 我們的勞力 這是台灣的創建 台灣的技術 這第一點 任何國家都不應該這樣 如果中共要貿然 取消這五六百億 台灣跟中國的貿易往來 2000億 你又感覺他股有貿然 進行關稅比例的事情 我說利益 他說讓我們賺五六百億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要去取消 中國也有一定的損失 他有一定的看法 要不然他早就取消了 這第一點 互相 這是一種互相 任何國家之間的貿易生意往來 都是互相 都是交流的 所以不要講這樣子的話 第二點 你講的中國的一家人的那種看法 是恐怖情人的看法 我不想跟你 我們大家關係還要釐清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說我們是一家人 要不然你要動武 這跟恐怖情人什麼不一樣 大家是不是能成為一家人 這個是要靠情感的培養 要有心靈契合 對 要有心靈契合 要互相願意的 我講過中國的定義太大 歷史的中國 地理的中國 文化的中國 太大了 還有政治的中國 歷史 文化 血緣上 我們承認 我們有相當大一部分來自中國 這是事實 跟日本一樣 日本也有很多的文化來自中國 全世界很多國家 南洋國家 很多文化來自華人 這個都沒有錯 可是政治上 南洋的國家也好 台灣也罷 我們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不是這樣嗎 你接受中國現在的政治經濟制度嗎 你接受那樣子高壓威權的生活嗎 台灣不能保有我們自己 奮鬥幾十年 甚至幾百年來台灣的命運 好不容易達到今天 這是靠我們台灣人 好幾時代下來 我們共同努力的成果 我們要放棄嗎 先承認 就像我們也承認 以前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有沒有一直貿易 也是強加把我們自己想的 要強加中國 結果因為越來越發現不可能 2300萬人怎麼有辦法 有力量把三民主義 什麼給13億人 強加到13億人身上 那是天方夜談 任何國家任何民族 都不應該把自己想的 理想的價值 強助於說別人 你一定要這麼做 中國那一天習近平的談話 他講得很清楚 第一個 他不但不放棄武力 第二個 他還講了時間表 我請問這跟恐怖驚人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不想跟你成為一家人 要不要成為一家人 2300萬人自己來決定 你怎麼可以說 棍子 刀子藏在後面 問你要不要是一家人 你蘿蔔跟棍子一起擺的時候 台灣人是不吃這一套的 好 我這兩個部分回應 第一個部分是我覺得 果然顯示民進黨的天真 認為生意歸生意 生意歸生意 但是政府跟政府之間的態度 會影響生意 如果真的民進黨對大陸不爽 大陸也要覺得不爽的話 那麼完全可以比照 貿易戰的模式 對台灣所有的貿易加徵關稅 這就是民進黨所說的 生意歸生意 政治歸政治 所以目前為什麼沒有這麼做 就是因為大陸對台灣人 覺得還有善意 所以我們應該要維持這份善意 加強這份善意 而不是覺得民進黨 而不是像民進黨覺得 沒關係 政治鬧翻了 但你應該要繼續跟我做生意 這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部分 民進黨剛剛講說 大陸是我們不應該把想法 強加在別人身上 那麼民進黨蔡英文 憑什麼把他的想法 強加在台灣人身上 他今天完全拒絕九二共識 他今天所有談話的內容 有先到台灣人民來投票嗎 沒有 但是公投的結果卻是告訴大家 我們是反對證明這件事情 基本上人民接受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這個立場 這是很鮮明的人民來決定 而且就算是王議員 所堅持的種種事件 我們都不要談現在的事情 我們拿1997年 鄧小平所講的 一國兩制的內容 也都符合王議員的要求 是不是 所以充分證明 其實民進黨很多人 他在反對事情的時候 他對於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其實並沒有很深入的了解 必須要多加油